概念上的碰撞啦 希望跟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摩擦喔 確定不會吵架 應該是不會吧 畢竟我是彩蛋妝師 一定要是一些很艱深的吧 不要給我這種簡單的喔 我睡了就是解那種簡單的題目 我還會拿去 可以不要看我 哇真是簡單喔 真是簡單喔 你要示範嗎 我本人沒有鎖骨啦 但如果真的要有示範 我也是可以示範 但是因為 畢竟你的臨口 我想應該是比較開的吧 OK 示範你的給大家看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遮瑕的一些小技巧 所以我們請來了 遮瑕富翁 Core 大家好我是遮瑕富翁 我知道大家看我也看膩了啦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心血心血 沒錯我們今天就是要有一些概念上的碰撞啦 希望跟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摩擦喔 確定不會吵架這樣 應該是不會 而且我真的覺得你今天很浮誇 請問你為何可以戴皇冠 因為我今天就想要就是 感覺到我是一個很多遮瑕膏的人啊 所以就是這樣我才有公信力嘛 所以我給自己冠上一個遮瑕富翁 好酸你厲害 那今天呢 我們會用MAYBELLINE的黑眼圈擦擦筆 不只是可以遮黑眼圈 它甚至呢有一些打亮 提亮修容 然後幫你畫出 你現在身上沒有的一些東西 對你想用它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做一些示範 但如果只是教學技巧可能偏無聊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小小的遊戲 所以我剛剛就說我們今天會有一點點摩擦了 就是一個小競賽的 真的小小的啦 大概六道題目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的遊戲規則呢 就是總共有六個題目 然後每個題目根據它的難易度會有不一樣的分數 那分數比較低的人呢是有懲罰的 我一想說就懲罰我偏 臉皮比較薄一點 懲罰是 我覺得你可以 還是我直接禁懲罰 我們現在直接禁懲罰啦 對啦 要在路邊大喊 我是自己會要Drucker活人 我連這東西都敢帶來 你覺得我會不敢講這句話嗎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直接先各抽三題 好 那我們先請寇瑞來公佈他的 沒錯 我跟妳講我這三題 畢竟我是彩蛋裝飾 一定要是一些很艱深的吧 不要給我這種簡單的喔 我睡了就是解那種簡單的題目 我還會拿回去 可以不要看我 哇真是簡單喔 真是簡單喔 第一題就是這個 很棒 畫出負責 六拍腹肌 OKOKOK 立體打量 這對我們來說就是 piece of cake piece of cake 鎖骨 為什麼都是一些身體的部分喔 這兩個東西我本人擁有嘛 我說腹肌跟鎖骨 你們這 就為難我嘛 輪廓修容 這去看你以前的影片就好啦 需要錄嗎我就問 黑眼圈痘痘 剛好我今天也有呢 歐硝腿修容喔 這好像也偏簡單耶 我們先從Core開始 那我先從那個鎖骨好了 鎖骨 你要示範嗎 我本人沒有鎖骨啦 但如果真的要有示範我也是可以示範 但是因為畢竟你的臨口 我想應該是比較開的吧 OK 示範你的給大家看啦 那應該怎麼去選顏色啊 放在身體上你想都不用想 你就選最淺的顏色直接上 骨的地方啊 做出一個高光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最淺的顏色直接上 喔你說亮點然後再把它打更亮這樣 沒錯 我跟你說我跟你說 而且大家不要強求 如果你是一個像我一樣的胖妹妹的話 其實如果硬要畫這個鎖骨的話 真的已經是好萊塢那種特效等級了 那希望你是有一點點基礎下在做這件事的 嗯好 你們可以理解吧 不然到時候每個跟我一樣都回家這樣畫一堆黑的 怎麼還是沒有 你騙人 我會直接上在這個整個顴骨的最高處就這樣 像我現在的樣子 沒錯 欸你畫的很長一條欸 必須啊你的鎖骨這麼長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你有這四色 你一樣是富翁的話 你就挑到你最深色的那個顏色就沒有錯 你知道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去挑嗎 因為我們等一下都得推開 它不會真的是這個顏色 最好有一點點的化妝的這個燈 然後你打下自己 你就會看到陰影處在哪了 打手機燈從上往下走 可以可以可以 暗處的話我們就畫上這個深色 在這裡 還有這裡 就是那個接水的地方 就是你要有 你還是要照你自己生理的狀況來做這件事 你可以先用手指做點暗 我教大家很多顏色做遮瑕的時候呢 先點什麼來 先點暗還是先點亮 我會先點亮欸 先點亮對不對 沒有錯 先把亮給點開 你就會非常清楚知道這邊是我們等一下想要全部留下來的 因為這個是亮處嘛 再把那兩個深色呢 我們用海綿把它慢慢推跟帶開跟帶走 讓它被吸走 我們不需要這麼多深色 上面也一樣 這時候記得如果你有用液體或遮瑕產品的話 你一定一定要粉狀產品做一次定妝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修容跟高光 定在你剛剛打的這個鎖骨上面了 那我想這個鎖骨解決 就是給它解決了 下一題下一題 我們來看下一題 立體打亮 這也很簡單啊 這真的對我來說真的是太簡單了 我突然想到 立體打亮跟修容應該是要一起的吧 喔你有相補相成的題目喔 不是應該這樣子的嗎 因為如果你們應該沒有做出來 怎麼會看得出輪迫感 對耶 所以我們兩個好像可以一起完成這道題目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用fitme的這個粉底液呢 來先把整個臉搭地 因為打完底之後皮膚均勻度出來之後 你才可以找到你的亮跟暗 對 就是你哪裡缺什麼 哪裡需要打暗 哪裡需要打亮 然後做補強 我是自然的膚色 所以我用的是128 我使用的是110 然後像這個fitme的粉底液 它就是那種微霧妝乾的 然後它的那個質地是非常輕盈 而且比較薄透性 粉滑順粉滑順 我就是搭配這個刷子 然後我跟大家說啊 你有刷子之外 你還是得準備海綿 就這兩個東西是一定要準備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用兩種工具 就用刷子先把它推開 大面積的均勻 薄透的推開 這個刷子有點 有點方便 因為它很大 而且像這個粉底液的話 因為它剛上去的時候呢 雖然是有一點微濕潤的感覺 就貼妝之後呢 它是蠻防沾染的 就現在整個皮膚是乾爽的狀態 甚至是我這樣子按壓 底妝都不會被推開 我偏心機啦 我這次那個粉底液挑比較bad 這樣我等一下修容才有感覺啊 不然那個光都吃完了 請問等一下你們怎麼看效果 看不到 而且我現在是亂刷耶 這粉底確實很不錯 真的我也是亂刷 就是大量的把它塗均勻而已 可是我還是覺得 在後面你要加一個動作就是 不管你均不均勻都拿海綿這樣 輕輕的這樣 隨意的點一下 那你通常一定會點什麼樣子的地方 我一定會點幾個地方 眼下 而且我希望大家點眼下的時候啊 眼睛往上看 它才可以很均勻跟很平整的推到 有些卡在這個粉溝或淚溝裡面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都想跟他們說 產品沒有錯 錯的是你 它真的是霧面乾爽 我覺得非常是舒服的 這夏天應該也是可以蠻持妝的 而且現在戴口罩啊 也比較方便一點 對 我好了唷 好了 好 我現在已經上了這個底妝了 因為它非常輕薄 然後又不厚重 然後我之後再疊擦我的遮瑕膏的話呢 會非常的溫和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面具感對不對 對 不會有面具感 那我們這個Maybelline該怎麼選色號呢 你們自己去這個Maybelline的櫃箱的時候 一定所有色號都在外面給你看了 那很簡單 拿起你的色號 拿起你的顏色 你就直接這樣對照 你選一個比你自己的粉底 再亮一點的顏色 跟比你自己的粉底 再暗一點的顏色 你就可以擁有兩支屬於你的膚色了 就剛好一個打亮一個修容 對啦 就像這樣子去選 這樣去選 有沒有 所以我其實呢 座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自己就選到我的深色是103 然後我的亮色是120 亮布在哪裡 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梯子先把它亮起來 所以梯子要亮起來呢 我就先梯子 哇你也是直接這樣擦耶 直接擦啊 我沒有在怕的 因為我等一下還是用海綿去做整理 好險這個遮瑕它本身也是滿水潤的 它很水潤很好推 這時候你就可以向外擴張 慢慢向外擴張 最亮的地方就是你畫上來那個地方 完全沒有邊際線耶 沒有邊際線 再來呢這邊怎麼辦 中間這樣 真的是要那種粉質夠細膩的才可以這樣子 你看我中間是不是就整個提亮聽出來了 再來是哪裡 每個人都會花好多好多錢去打那個什麼 蘋果肌破尿酸 來哪一區 眼睛正下方 我告訴你 怎麼讓你這個眼睛正下方打的 不要讓你眼變大呢 請你往正前方看的時候 你的這個蘋果肌打的位置 不要超過你的眼角 真的 這一區 大家不都說眼下三角區嗎 是這個三角唷 很多人的這個三角齁 都給我這樣 太大片 請問你臉是要多大我就問 然後你拿你的海綿 從中間這樣把它整理乾淨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臉的立體都不是往中間集中起來了 而且我臉沒有變大 有沒有 你臉變好亮喔 向中間集中起來了 對 向中間集中起來了 大家不要高估自己的臉龐 大家都覺得是這一整塊 沒有其實就是這一小塊 你知道男生只要下巴看起來臉長 就會看起來特別帥氣有鋒利感 這是你個人喜歡吧 我喜歡 我喜歡就是你知道 所以這邊的我一定會 所以下巴只要打在下面還是說唇下 喔 我喜歡唇下這一條都是亮的 因為呢我想它集中讓我看起來是這樣往前的 而不是說只有下巴這樣往前 這時候不用左右擴散 你只要往下就好了 大家這個沒有Stay喔 它就是故意塗這麼多 讓大家看一下就有高 對 可是而且我雖然上了很多 但是我最後整理完之後 都其實是很輕薄透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完全沒有卡粉 而且你剛才也直接上在淚溝區 嗯嗯嗯 重點還有什麼 還有海綿跟這個質地很輕盈薄透 沒有面具感 啊 因為它裡面有包容成分 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生態 上字卡 登 這個生態 不會 其實你現在這樣子提亮 我根本覺得不太需要做修容 因為我用我自己原本的那個膚色 跟我自然輪廓做到那個修容感 因為我的高光已經出來了 只是說如果今天你想要再更立體 只要偏歐美感的那種雙效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到我這裡 修容色的話我自己會比較喜歡用 自己身材兩階左右 因為我會習慣的是 用一點點的量 然後去把它推開就好了 顴骨的這個位置 然後會從後面開始戴 就這樣兩點 因為它的延展性很好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子推過來就好了 有嗎?應該有差吧? 有,看得出來有一個修容感 它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漸層 然後像我自己在修容的話 我還會很在意的是 下二線條 對,而且畫是要畫下面 對不對,老師 沒錯,它是在下面 就是你哪裡有陰影就把它加深就對了 沒錯,照著你自己生理狀況來做 然後推的話 會一點點戴上去過渡一下 你在這邊的話感覺就會很自然 如果你上在臉頰會變得落腮虎大妹 也是二十年前的畫畫 也是二十年前的畫畫 然後這邊的話就會有一點點的陰影感 會比較自然 再來我自己也很愛上的地方 鼻頭 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皮頭偏肉 你用這樣一點點的方式 讓你的那個高點看起來更高了 而且你用一點點而已耶 我只用很少 而且因為我的鼻子偏長 所以我下面再加一點 那是不是有一點小小的有差點 有 修容這樣也過關吧,老師 過啊 黑眼圈和痘疤 我自己在挑選黑眼圈的色號的話 也絕對會是比自己本身膚色還要深 因為就我自己的觀念啦 這一圈本來就是一個凹進去的輪廓感啊 所以我會拿比我自己的膚色深 1號到1.5號左右的顏色 好,遮黑眼圈的時候大家也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要這樣 這一塊的肌膚整個攤平 你這樣才可以遮到黑眼圈 攤平它 然後上一點點就好了 我自己會先用指腹把它拍開 因為我覺得用指腹拍開的時候 你的指腹是不會吸粉底的 然後再遮的時候 不需要把臥產整個遮光 就我自己的理念啦 因為今天有老師帶我一點壓力大 那是我來聽聽你的理念 是因為如果你把整個臥產都遮掉的話 其實眼周的粉感會很重 所以我就會只遮下方 多餘的粉再帶到臥產一點點 把那個顏色過度過去 然後除了遮眼頭以外 我自己還會遮眼尾 這個眼角的位置 一個點 然後再用指腹把它拍開 那因為我們用的顏色是比較深的 所以千萬不要拍拍拍到拍去太陽穴 因為這一塊都會比較深 然後我還有一個地方一定會遮的 就是眼頭的前半段 像有一些人如果你是有戴眼鏡的人 你可能會連鼻樑側邊這邊都有暗沉 之後你在上眼影的時候 顏色會比較均勻漂亮 我現在發現其實黑眼圈只要遮上下這三個點 這樣眼睛就會看起來乾淨了 所以我自己的黑眼圈步驟已經遮好了 我相信Core老師一定有她自己的辦法 對 阿板我來教大家好了 既然大家這麼想學都來這裡 教你們 免費上課也是不是很棒 我也會選深一點點的那個顏色 我的方法比較沒有像你那麼精緻 比較簡單粗暴吧 就是我會直接遮在我最不喜歡的那個位置 我會看著鏡子前面 我會想像我的黑眼圈只剩一個顏色 就是你不要去管說我這裡有咖 我這裡有青 我這裡有什麼什麼 先不要理她 你先把那個位置點在你最不喜歡的位置 像我就是這裡 就是有一個青黑色嘛對不對 這個地方 我只把遮瑕膏放在這邊 所以一樣喔 眼睛打開的狀況下喔 我把它這樣放上去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 只要我這個地方像是有被遮住之後 我就看起來不像黑眼圈了 所以只要遮這一個點就好了 做原地一個點踏嘛 我不要把這個範圍太大 這是一個視覺轉移 你當你把這一整塊皮膚都搞得一樣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原本底下那些不好的顏色只是一起加分了 一起加兩分 那他們還是加兩分紅的那個不好看的顏色 我的方法是比較放過 我覺得還可以還行得過的地方 我只遮在我最不喜歡的地方 當這地方提亮起來之後 他就會跟後面的人差不多分數了 所以你遮我的時候也是用這個方法遮嗎 我只遮這裡啊 除非他今天來的真的太可怕 如果你很精緻的女孩 你很在那一點點大小跟你一樣的話 喜歡那種真的是很精緻化妝的人 他真的要去在那些 有感受到嗎 我只遮了前面那一塊 明亮很多 嗯嗯嗯 好看的膚色掩蓋掉就好了 小豆疤 我跟妳說好多那種細細碎碎的喔 真的超痛苦跟超恨 豆疤你不用去特別挑 比你膚色在深 或是比你膚色在淺 盡量用跟你膚色一模一樣的顏色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遮瑕膏的話 就是把這兩個一比一混調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調出你自己的膚色 對調出你自己的膚色 把它遮不見就好 然後我就會混一下他們 因為豆疤其實都在臉的一個螢光面的地方 不可能用淺或深特別去做 而且會馬上就看到它 對一點一點的 我自己會拿這麼小隻的刷子 就是這麼小 沒有錯就是這麼小 這時候呢像我這邊有豆豆 你看正面 因為昨天才做臉 所以有很多這個小範本可以示範給它這 好啦你也不用講那麼多啦 直接點在豆豆上 對 讓它有一點點覆蓋 是紮紮實的覆蓋喔 不透明度的那種覆蓋喔 對 100%不透明 對不透明 稍微等一下下 然後它有點快乾掉的時候 再用手指去原地踏步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因為這樣子就是可以保留那個遮瑕的厚度啊 然後你邊緣又可以把它暈開 你真是我的好學生 不要這樣 這樣喔 就是這樣就好 不要推開 它就會那顆單獨被你遮掉了 然後呢我喜歡的那個瑕疵跟豆豆 是一顆一顆去遮的 一顆一顆去遮 那既然你的豆疤都已經遮好了 你要不要順便連腹肌一起遮 反正我這個小腿修容 沒有人想看吧 是不是 對我忘了還有一個大魔王冠腹肌 可是我真的是沒有耶 我媽怎麼在一個球上面畫出一個腹肌 我想應該是用千字筆吧 我想應該就已經不關那個嘴唇膏的事了 怎樣你現在很胖是不是 我現在沒有辦法了 不要逼我 還是我犧牲一點 我還是用你拜託示範拜託老闆 好啦好啦 反正鎖骨借你的腹肌也順便借你一下 拿那個最深色的在這個凹槽處這樣給它畫起來 畫起來 用小孩的名字做整理 好 再忍耐一下 你會發現它這個凹槽處就增加了 當凹槽處增加之後呢 我們再拿最亮的在那個上面 輕輕打上這個亮色 很亮 你看 你還就會讓它的腹肌看起來更明顯一點點了 等一下 我現在少畫一題 我根本就是已經要懲罰了 然後我現在在這裡可以畫 雙重懲罰 有事嗎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有人想要做這件事了吧 好你可以回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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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呢就幫黑眼圈擦比做一個心得總結 那它本身呢是做一個高遮瑕系列 高遮瑕 高遮瑕 因為有一些遮瑕膏它可能是遮瑕液遮瑕水 就會很容易就是你知道推開或推補件 那這個的話它遮瑕度是真的可以完全覆蓋到 你很黑的黑眼圈或者是痘疤 然後我覺得在它的高遮瑕下 它保濕度也是很好的 沒錯 算是很適中 不會說你是油肌不能用 或是你是乾肌不能用 我覺得很中性 你什麼肌基本上都可以用它 而且當你上在一些很容易卡紋的地方 像什麼眼下啊 法令紋啊等等的 它都可以就是附著的很好 非常的輕浮 不會在你就是乾掉之後還會出現移動的狀態 上了這麼猛烈 跟上了這麼優秀 其實最後妝效都會差不差那麼多 所以你是一個笨手的人你也可以用 你是一個高級的人你也可以用 不會出問題 因為它的質地調得很好 不會讓有面具感的感覺喔 如果你看我們示範的這些方式 你也很想要擁有它們的話 那遮瑕膏跟它的FITME的粉底衣現在有活動喔 請問你到底在誰的肥皂 誰准你這樣子幫我講活動資訊的 上活動資訊上 這裡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本身就是它們家的粉絲 然後你已經買了 那你就歡迎的去分享你自己的 before after 的一個化妝的前後差異 然後去 tag Maybelline 然後之後呢你就可以得到 Maybelline 這些小禮物喔 那詳細的活動資訊呢我會放在資訊欄 因為這個有點複雜 太重要了 你們自己看好了然後自己上傳了好不好 對 我覺得應該福利都給大家了吧 那你的懲罰也該來就是實行了吧 我以為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沒有我忘了該買還是要買 該懲罰還是要懲罰 我不想要戳好煩喔 怎麼辦 我手牽手走出來好了 走出來 我不要忘可以不要忘 快快快快快 可以不要這樣忘 跟我們這社區的人說你是什麼 您是神嘛 等一下 你給我一點時間 各位相親父老 請過來 我是世界上最會化妝的人 成功